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0号 星期二 现在来讲 整个世界都陷入一个经济衰退 当然这个东西是经济专家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对这个还持有保留意见 咱们一定要说清楚 不要说我播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我好像百分百认同 其实我不是完全认同 当然咱先说专家说什么 世界银行警告 说近期全球央行都在升息 大家都在抢着升息 全球经济在明年就要陷入衰退 所以到时候全球的经济成长率GDP将下降0.5% 人均GDP将收缩4% 新兴市场与开发中国家会出现金融危机 出现毁灭性的经济后果 当然这个是世界银行的警告 是金融专家说的 我不完全认同 我知道美国今年可能是要加息 我不知道后面还要加多少次 但我预计 我们当时我说了 我分析过 我说最多加到6%或7% 它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我通常认为美国就是说在近代 就是说近现代来讲 没有就是说加息会加到6%或7%以上的时候 那么曾经最多的时候加到19%多 将近20% 那都在很古老古老的以前了 曾经出现过 但是近现代来讲不太可能 尤其就是说以美国目前的情况 就是说它是一个也是这种 就是说烂发货币 其实美国跟中国很像 都是在烂发货币 然后债务率非常高 几十万亿的国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认为它的加息会加到超过6%或7% 也就是说它加不了几次 你明白吗 现在当然了 它这个月说 有人说加75 就0.75 有人说直接加1 那你就明白一点 如果它直接加5行不行 那直接加5一次就到头 你懂吗 它如果一次加1 那也加不了几次 再加个三次四次就差不多了 你懂吧 所以我认为到今年年纪 就算这个月 下个月到11月12月9月10月10月10月 每个月都加1%的利息 行不行 再加4% 加到今年年纪 它基本上就歇菜了 到明年 我认为经济只要一出现衰退的记号 美联储又得规规矩矩 重新回来链化宽松 但是这是我的预计 跟经济专家可能不一样 经济专家认为 美联储会一直加息 一直加息 一直加到100% 我不知道他们疯了 他们没疯 我疯了 就说这意思 所以他们认为 明年一定会进入经济衰退 这个咱们再说 当然你要明白我一点 我不是说全球不会经济衰退 我认为美国 美联储会拯救美国 但美联储不会拯救别人 你懂吗 美国会把这些东西转嫁给别人 那么有一些国家就要倒霉了 首当其冲的 我觉得像什么 日本 欧洲 现在看起来韩国都有可能 现在来分析的话 就是亚洲 原先我们认为 可能日本先要倒霉 但现在看来不是 是韩国 本来韩国还有机会能躲过 但是非常可惜 韩国今天年初的时候 刚刚换了总统 从文在寅 换成了尹新岳 这个总统换了之后 韩国可能就要够巧 韩国这样下去 搞不好 就是在找死 很有可能 亚洲最后爆发金融危机的 竟然不是日本 竟然是韩国 咱们看看 世界银行的总裁 马尔帕斯说 他说如果中国不愿意 采取更多的经济刺激政策的话 那么这将给予美国 在支持全球经济上 更大的负担与压力 他说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周期当中 中国是反周期的 这代表中国会降低利率 甚至采取经济刺激政策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别人都在生息的时候 中国有可能反而会倒过来 反而会降低 但是就通常以前是这样 但是这一次的状况 中国做的比预期少了很多 非常的沉稳 中国这次不着急 诚心要给美国难堪 就不做不动 他说目前看来 中国不太想积极的经济刺激 当然世界银行总裁 他也承认 他说中国这么做 从长远来看是对的 从长远来看 这对中国国内的经济 实际上是有好处的 现在如果中国疯狂的 就是反周期去运作的话 就是短期可以刺激 但是长期看 对中国经济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他认为以前中国这么做 实际上在帮美国的忙 但中国这次不愿意帮美国忙 所以中国就不做 所以长期来看 对中国的国内的经济 是有好处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这么做的话 对全球的经济 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这就出问题了 因为如果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就是中国 第二大 美国是第一大 第二大经济体 没有向上发展的话 这也会让美国承受 更多的压力和负担 美国怎么办 收割其他国家 对不对 转嫁出去 反正这种事 从来也不是美国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就谈到了 就是说韩国 所以他认为 如果中国不这么做的话 那么就会转嫁给美国 但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我跟他专家还是不一样 我认为美国会想办法 把这些东西转嫁给 转嫁给别人 美国不会兜这个事 那兜给谁呢 那什么日本 欧洲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俄罗斯 你想转嫁给俄罗斯 现在转嫁不了了 对不对 因为彻底就断了道了 对不对 那中国有一个防火墙 金融防火墙 你也很难的 就是说扔给中国 扔不进去 中国不配合的话 你没办法 然后那么就是说 能够跟美国挂钩的 比较容易的 能让美国把这些东西 就是说转嫁过去的 那无非也就是说 这些跟美国关系比较好的 日本 欧洲 韩国 那原先韩国还行 原先因为文在寅的时候 文在寅在中美之间的 尽量寻求平衡 甚至某种程度上 有点亲中 所以跟美国就是说 没有那么近 没有那么近的时候 反而经济不容易出事 好吧 咱们看 韩国从今年以来 一连串的经济数据 与市场表现都非常的糟糕 而且已经恶化到了 97 98 亚洲金融风暴 或者0809年的金融海啸期间的水平 韩国7月份的通胀 是1998年11月以来的最高 从98年到现在为止 这是出现的最高 6.3% 韩元贬值了 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一直在贬值 因为美元再升 那美元升 别人就只能跟着贬 对不对 这其实也受到美元升值的影响 那6月 到日本不也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因为美元现在强势 那日元海盐都得跟着贬 就没辙 这实际上 我当时我就有疫情的时候 就说美国这一收一放之间 别人就跟着就倒霉 就吃瓜料了 知道吧 那6月呢 外汇储处备减少了呢 减少的幅度 是2008年11月以来呢 最大的 8月份的为连续第5个月 出现了贸易逆差 令人想起了呢 2008年4月的贸易收支的这个情景 增长的趋缓 通货的膨胀 流动性的紧缩 然后呢 又发生了这个无辜战争 对它呢 也有影响 中美贸易冲突 能源供应紧张 以及供应链的平静 等等等等的 而且呢 还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说8月份啊 韩国对中国的 已经呢 是连续第4个月 出现了贸易逆差 这也是呢 30以来的呢 30年以来 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连续4个月 对中国出现贸易逆差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韩国与中国的关系 就变得尤为的重要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中国什么态度 因为韩国呢 跟中国太近 经济上呢 挂钩也非常的多 如果这个时候 中国能够对韩国 有一种支撑作用的话 那么 刚刚我说的这些危机呢 都还好解决 但问题呢 在这儿了 韩国呢 换了换了这个新的总统 韩国总统 尹新一月呢 前两天 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 他说 随着朝鲜加强核威胁 韩国不得不扩大 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 这个呢 是不可避免的 纽约时报呢 也报道说 上任4个月来 尹新一月先生呢 已经陷入了困境 他的全国支持率呢 是直线下降 降到了这个 就是说离谱的地步 他没干什么呢 就直接 快到到底了 基本盘都快崩了 知道吧 说呢 他的这个人民权力党呢 现在已经无法呢 控制议会啊 失去了这个 就是说控制议会的 这个席位 他任命的呢 5名的内阁成员 都有呢 因裙带关系 有因性骚扰 有因其他道德事务呢 都是被迫下台 内阁成员有5个下台 刚上任了4个月 然后尹新一月呢 希望通过外交政策呢 来提高他的这个声望 和他民意支持度啊 提高呢 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形象 他不想要参加什么 这个北约吗 知道吗 什么呢 那就不得不呢 加深与美国 从捣蛋防御 到全球供应的 各个方面的联盟 将以此呢 来提高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国际影响力 和这个声誉啊 但问题呢 就就出现了 就是说 在尹新一月领导之下 韩国在多个方面 现在不得不开始呢 就是说挑战中共 要跟中共的对着干 因为要跟美国好吗 那因为中美嘛 你选一边 你既然选美国 那就要跟老共干 对吧 那尹新一月呢 他现在说了 已经不再受 文在寅的三部政策的这个约束 啊 恢复并且扩大了 在韩国部署的 美国萨德导弹系统 那这个老共 你觉得能开心吗 他开心不了 对吧 然后呢 还恢复呢 在文在寅和川普领导下呢 被取消 或者极大缩减的呢 美和安联合军事演习 也恢复啊 而且呢 恢复了和日本的情报分享 加入了以美国为首 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 还同意呢 参加与美国 日本台湾建立的 名为呢 Trip 4的一个呢 技术联盟的这个谈判 那尹新一月呢 现在试图避免的 直接跟中共的对撞啊 当然这些已经惹得中共 很不满了 对不对 但是他也明白 这样下去的话 就要干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为了避免呢 跟中共对撞呢 他也做了一些东西 那做什么呢 比方像美国议长 南西佩朗斯 上个月访问台湾之后呢 来到了首尔 尹新一月呢 找了一个什么 我有事我很忙 反正就没见他 没有与他见面 没有与他见面啊 然后呢 上个星期五呢 中国人大主席栗战书 访问首尔的时候呢 尹新一月呢 见了栗战书 那栗战书和南西佩朗斯 其实位置差不多 一个人大委员长 一个是众议院的议长 其实几乎是同样的位置啊 但是呢 这就是在里面 做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尹新一月呢 其实他现在 避免呢 直接跟中共的对撞 但问题是呢 这么玩下去 擦枪走火 这么摩擦 他是什么不想撞 但是呢 在摩擦 那么直接撞呢 他知道受不了啊 摩擦 但擦擦就点着了 你知道吗 所以 尹新一月呢 也表示了说 韩国不会参加 美国 日本 韩国的这种呢 所谓的三国军事联盟 他不参加军事联盟啊 也不会出现的 什么美日韩三方联合军事演习啊 不会走到那一步 不会让中国呢 认为好像美日韩三方呢 搞军事呢 一起来威慑中国 他呢 就是说呢 我亲美 但是呢 我也不想跟中国呢 都对干 也不想打起来啊 再控制 就是说呢 找一个度啊 就既亲美反中 但是呢 又不好 又不把中国呢 直接就是说 把这桌子掀了掀翻啊 但是这个东西行吗 我觉得也够强 这种东西 只存在于他的幻想当中 对不对 那这种事呢 就一个恶性循环啊 朝鲜呢 通过法律 授权金正恩呢 先发制人使用核武 啊 但为什么这么搞 那隐心悦说呢 说由于朝鲜这么搞 所以导致呢 他更加迫切的 需要美国来保护他 你明白吗 但问题在这 就是说 为什么在文在寅的时候 金正恩比较踏实 没有搞这些小动作 为什么能隐心悦上来之后 金正恩搞了这些小动作 对不对 就因为你隐心悦 玩命的往美国这种靠 又开始搞萨德 搞这搞那 对不对 弄了金正恩呢 也觉得他不安全了 所以呢 金正恩呢 就开始搞了一个 先发制人的核武 对吧 然后呢 你又觉得你又不安全了 你要你再来 那你们岂不就是 越加越高 越加越高吗 文在寅的时候呢 让金正恩感觉自己很安全 不但感觉很安全 而且让金正恩觉得 自己受到尊重了 对不对 川普呢 去见了这个金正恩 文在寅呢 也在三八线上 跟金正恩呢 互相这个握手 还拥抱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关系 当时搞的就 相对来讲比较好 最起码感觉 这个川普打不起来 对吧 但是你引心线上来 四个月 对吧 超越就通过了 法队就改成了 这个先发制人的核武器 然后呢 你这边呢 再开始加码 他那边再加码 然后你再搞萨德 他再搞那个 那你们最后这么搞下去的话 什么时候打起来吧 对不对 不等于是看 什么时候打起来吧 你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对吧 那你说为什么文在寅搞的时候 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互相越来越信任 然后双方都更加安全的 为什么你来了之后 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也不知道 但是咱先不是说北朝鲜 北朝鲜这个也打不起来 互相在这叫 就跟那个 你看一个炸了门 几只狗在这叫 然后炸了门一打开 几只狗都跑了 对不对 这个倒还好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你现在经济出问题了 咱先不说军事方面 我觉得你军事方面 相对来讲还是安全的 只要你不想打仗 而且他也说了 他也不参加军事联盟 也不搞什么 美日韩的 什么三方军事 他也不好 只跟美国搞 对不对 就这来讲 基本上可以接受 在军事方面来讲 我觉得是安全的 没有问题 北朝鲜也不会跟他打 他也不想跟北朝鲜打 这没有问题 但是在经济上 你安全吗 你现在经济出问题了 对吧 那么你在军事上来讲 你现在投靠美国 对不对 但是北朝鲜 现在开始搞核武器 你说你安全吗 从军事上来讲 你觉得文在寅更安全 还是你更安全 我看我觉得搞不好 文在寅更安全一点 但是就不管怎么着 最少美国在韩国有驻军 在军事上 他可以保护你 你在装了萨德什么的 对不对 当然他觉得 他装了萨德之后 他更安全了 但我觉得他装了萨德之后 其实更不安全了 就跟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认为 如果他加入北约的话 他更安全了 我认为他如果 他不要说他加入北约 他只要他抄上 他要加入北约 他就要打起来了 他就不安全了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乌克兰对办宣称说 我绝对不加入北约 北约让我加入 我都不去的话 这张能打起来吗 打不起来 他是不是应该比现在更安全 对不对 他现在能谈得上安全吗 现在谈不上安全了 现在已经开干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南韩也在这 就是说你装这萨德 和不装萨德 哪个更安全 你看乌克兰的例子 就看出来了 你懂吗 就是我觉得你不装这萨德 你可能更安全 你装了之后反而不安全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明白这道理 好吧 那这是在军事上 军事上好歹吧 美国都能保护你一下 在经济上呢 经济上你现在要靠谁 你现在经济数字这么难看 你靠美国还是靠中国 你自己想哪个更保险 就是说对于现在韩国来讲 比如说我现在跟中国好一点 跟美国稍微 就是说像文在寅那样的 也不能说跟美国闹翻了 也没闹翻 但是稍微差一点的话 那么你有一些经济危机的话 你离中国又比较近 如果你爆发经济危机 也会影响到中国 中国就不愿意出这个情况 那中国这边想想办法 在经济上怎么稍微拖你一下子 这么大的市场 对不对 拖一下 就是说不说多好吧 但最起码 不让你的经济继续恶化 这个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但你现在跟中国闹翻了 闹翻了之后 中国在经济上肯定 你现在又搞萨德 对吧 你上次搞萨德的时候 你看三星乐天都受到了打击 你看文在寅上来之后 中韩的经济搞了好多了 而且有一阵能源危机的时候 天然气中国也不够入 还记不记得有那么一阵时间 然后中国生产的那种 有一种氨气 就是柴油车 柴油车的时候 他们也要入到那东西 然后当时韩国不够了 韩国当时不够了之后 文在寅马上给习近平打电话 跟习近平请求 然后习近平马上怎么办 用飞机 据说都掉了军队的飞机 直接就把 就是说能够几个月用的气 就直接从中国就给他送到南韩来了 这就是关系 文在寅一个电话 老习里边啪的气就已经顶上来了 先能用两个月再说 两个月之后 后来双方再协商 就把问题解决掉了 那么你现在隐心悦还能做到吗 隐心悦 你现在一桩萨德 我说的实在不好听的 你打电话习近平接 对不对 人文在寅一个电话过去 习近平不带你接 而且马上给你解决问题 飞机 打完电话 没有几天 中国的飞机就到了 对不对 按理说 这应该拿火车或者卡车运的 但是因为你现在太急了 对不对 就拿飞机给你运过来 对吧 那你先顶一顶 那你现在还能做得到吗 你现在做不到了 那好 这个没关系 没有关系 反正中美之间你选一个 对不对 你不选中国 你选美国 那么你现在经济有问题了之后 你觉得美国能不能拖你一把 让你的经济没有问题 可能吗 对吧 这不太可能 美国不可能出手拖你一把 因为什么呢 就是美国如果拖你一把 日本就来 日本上要不也拖我一把 对不对 英国觉得你看 应该轮不到韩国 是不是 德国法国都觉得 我你看也都 大家都挺不容易 都出来混都快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你就说 就美国如果要出手拖的话 对吧 什么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都在你前面排着了 轮到你吗 对吧 所以那你现在这个经济 目前这个情况的话 你装那个萨德 你是着急要干什么 要跟中国开干 你是着急要跟中国打仗 是吗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对不对 你说你跟美国搞这个的话 当然隐心音乐认为什么 就是说我现在加入了芯片联盟 对不对 刚才不说的 这芯片是未来 现在美国在打击中国的芯片 我现在跟着美国走 我加入芯片联盟中 对我未来有好处 我觉得可能也没问题 无可厚非 可能长远看 也许就是说过十年或二十年之后 芯片联盟对你的整个长远的发展有好处 但是短期看就这一两年 你估计要经济危机 你知道吧 你这两年怎么过 这是个现实问题 对吧 你像乌克兰 乌克兰也认为 乌克兰认为 就是说这次美国和北约给我武器 给了我武器之后 我打到莫斯科 活着了普京 给普京送上断头台 然后以后我加入了欧盟 我加入了北约 我又牛了 过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 对不对 你今年冬天怎么过 是吧 你先看看眼前 是吧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 我觉得欧盟 欧盟欢迎谁 欧盟欢迎的是像德国和法国那样的国家 欧盟欢迎希腊吗 如果来了一个希腊哭着喊要加入欧盟 欧盟觉得 欧盟现在赫不得一脚给希腊踹出去 对对 实在是他担在地理位置 高面滥养 他不方便把他踹出去 对不对 但是当初就说 我说把欧洲五国全部开除出去 欧盟就好了 对不对 当然都说气话 对不对 但是乌克兰你猫着良心说 你觉得你自己有希腊发展的好吗 你还没有希腊发展的好了 你有意大利发展的好吗 你还没有意大利发展的好了 对不对 连意大利都嫌弃你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欧盟 张开 张开双臂 欢迎乌克兰 就因为俄罗斯拉着 你放屁 金正恩还天天垫垫 跟中国搞过什么经济联盟的 你看中国理他吗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问你 假如金正恩天然来了 说了我要加入中国 你们中国搞了什么 一带一路 或者你们搞了什么 什么上河组织 带着我北朝鲜一块玩吧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愿意带他玩吗 对不对 假如日本人说 来了我要加入 你的上河组织 加上一带一路 你欢迎不欢迎 你赶快你就欢迎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能明白吗 你能明白欧盟的那些人 欧洲的那些人 当他们看到说 乌克兰要来 要来参加欧盟 参加北约的时候 就跟你看着 这北朝鲜 要来参加一带一路 和上海组织一样 对不对 你就觉得车货 对他妈来占便宜的 对不对 你农村的 农村你们家那穷群 你一敲门 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来了 对不对 又来借钱来了 没错吧 对 你觉得你能欢迎吗 对吧 所以当然中国跟北朝鲜 也是说吧 说你看 你只要你跟美国干 你拿核武器 你吓唬美国 你吓唬南韩 到时候呢 我在经济上 我就帮助你 对不对 问题是北朝鲜 他的真心 我要北朝鲜 早就不信了 对不对 我要北朝鲜 我早就去跟他们搞一搞了 对不对 但是北朝鲜 那乌克兰也信 对不对 不都是这样吗 中国骗北朝鲜 欧盟骗乌克兰 对不对 骗他们家穷亲去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意思 那么你韩国怎么回事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隐心性 应该考虑考虑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是需要的 眼前也需要 那么怎么能够在中美之间 寻求一个平衡 一个什么平衡 知道吗 就是说你中国 这两年我有经济危机的 你要拖我一把 美国你那边 你那个芯片联盟 也让我加入 这就叫两大之间难为小 是很难 但是你在中间 怎么能够从双方那儿 都垮死利益 一两年 中国拖我一把 那边十年二十年的 美国的芯片联盟 也让我进去 两边你都带我玩 美国你不带我玩 我跟中国一块打你 我来给你萨德 全拆了 连你现在有了 我都拆掉他 知道吧 你让我加入 好 中国你拖我 你不拖我 现在我跟你说 再装二十个萨德 对不对 两边蒙 对不对 你怎么办 你夹在中间 对不对 你只能这么搞 对吧 对不对 你看最典型的你知道谁吗 土耳其 你看这土耳其 你看爱尔多安 多坏 对不对 这边夸子夸子普京 那边夸子夸子美国 两边都夸子上 还有谁 印度 你发现印度了吗 印度也是 这边 俄罗斯买石油 然后倒卖挣大钱 那边美国也都 也都参合着 对不对 你看这印度 你看这土耳其 你看人家玩 你再看新加坡 新加坡国也是 跟中国关系也不错 跟美国也不错 人家这些人 当然了 我也承认 印度莫迪 这也是真正的 了不起的政治家 爱尔多安 这有名了 土耳其不算是大国 一个小国 人爱尔多安在国际上 玩出这么大的影响力 谁都得给面子 对吧 然后你再看新加坡 新加坡的弹丸小国 对不对 好像都没有一千万人口 是不是 现在有一千万人口 好像都没有一千万 这么一个弹丸小国 你看人前面 李光耀 你再看后边 这个谁 他儿子 这个李显龙 对不对 这么点小国家 这么点人 人家在全世界 玩出了这么重大的影响力 以至于新加坡的一个 什么政要 出来输入异计划 全世界都要 都要看一看 都要思考思考 为什么 人家就能在这当中 在这个缝隙当中 游刃有余 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 和伟大的检察官 这边 是不是 好吧 我们呼吁 所以我觉得 韩国现在需要一个什么人 知道吗 需要一个像阿尔多安这样的人 或者像一个李光耀这样的人物 但是韩国就非常悲哀 现在就没有来这么一个 伟大的一个政治人物 知道吧 来了一个 不还好 我觉得比曾经思议还好一点 最本不是个演员 他好歹是个检察官过来的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